百满中和区公所门口一堆堆的大百米 由公所人员与关心地方的名带 协助发给需要的民众 区公所延续往年传统 向行政院农粮署申请两万六千公斤百米 选在疫情趋缓之际 帮助弱势家庭与需要的民众 减轻他们在疫情期间的生活难题 每一个乡亲 我相信在疫情舒缓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来表达关怀表达关心 那赠送这堆百米 我相信都是一些满满的爱 那也希望说在整个疫情 经济各方面生活比较困顿的情况之下 能够来协助来关怀 中和区爱新米发放活动 在29 30号连续两天 除了在公所之外 分别在举西秀峰市民活动中心 三个地点同时进行 期盼收到百米的民众 暂时不必再为粮食不足而烦恼 公所也提醒民众 百米为一般包装 也需要注意保存期限 拆缝后可存放在阴凉干燥处 避免百米受潮 除了今天以外 还有明天 除了在公所以外 包括我们的 几区洪中心跟秀峰洪中心这三处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关怀之心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 特别是弱势的都能够表达 然后我们一起来关怀 活动一早就排满民众前来领取 同时也有明代吉助理等协助民众将厚重百米抬上机车 让他们暂时不为缺两个担忧 综合见证百米 战 记者曾经家综合报导